背离 背离了 那到底該怎麼看盤呢 看節目囉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2月14號的閻西盤後歲歲年 好 今天節目開始之前呢 在這裡 祝所有的 粉絲好朋友們 會員 這叫情人節 快樂 也祝全天下有情人 忠誠眷屬 因為我今天一個 親戚今天去登記 所以 恭祝大家 恭祝你百年好合 來 看節目 所以今天真的是個好日子 為什麼這樣講呢 今天有沒有看到我們的五大天王裡面 又有一隻噴出去啦 來 來 今年 祭寶瑞之後呢 再度榮登 長輩股的 登登登登 我們的大力士 高力 恭喜大家 有看到嗎 這檔 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從我去年120 就告訴大家了 然後呢 我也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這一檔股票的習性是什麼 應該是說儲能 來 延西教過大家儲能股 儲能的族群 電力的族群 跟電有關的 重複一次 跟電有關的這個族群 在股市裡面幹嘛 來 他的走勢會怎麼樣 很慢 老師你說過他走勢很慢 很慢呢 而且 老師你也跟我說過 所在金庫裡不要理他 一段時間過來就發覺金庫怎麼變 金字塔了 再次恭喜 有沒有很開心 有 為什麼呢 因為繼保瑞榮登 今年第一支掌被股之後呢 我們高力 又登登登登 這樣 佔上百分之百 來 佔上100個 百分點 120到240有沒有 有耶 好恐怖喔 慢慢漲 賺得多 慢慢漲 賺得大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齁 來 股市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賺錢 那我近期的節目我也在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你 你不管在YT頻道 接觸研修 或者是說在廣播頻道 接觸研修 或者更早之前在電視頻道 接觸過研修 好 那我說過了 只要你能有 借這些頻道接觸研修 我相信 你股市的幸福人生就從現在開始 我為什麼可以這樣講咧 來 我說過後我一直以來 我是生根產業 我會把產業 近期包含今年 包含中長期的產業的趨勢看透 我說生根產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要件 當你可以選對產業以後 你才可以買對股票 對不對 就像最近你可以看到那個 Trade GPT 紅翻天了 我們最近很愛玩 為什麼 我還會去問他說 如果後你是總統 會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後你今天後 是我的女朋友 你會怎麼樣怎麼樣 玩他玩得好開心喔 最近太多人去玩了 就是會模擬對話嗎 人跟人的對話嗎 好 那這個產業繞回來 細製裁這個產業 AI智慧人工的產業 那是不是我長線多頭的產業 長線趨勢向上的產業 所以當你選對了產業幹嘛 情賊仙情王 我光這一個產業 這一個趨勢 我幫各位選的是什麼 創意啊 我沒有改口過啊 去年400塊買的 對不對 405 哇老師你好恐怖 405 10月你叫我閉著眼睛買 買到我手會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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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買完以後呢 一波在去年12月衝上800 衝上800呢 來賣掉你想賣的持股剩下的張數 讓他獲利奔跑 我說過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脫開成本獲利奔跑 好到1月的時候呢 創意又回落 當創意回落的時候呢 我多頭總動員大概640左右 1月3號我說可以買 那可以買呢 不只多頭總動員給你 我連2023年的趨勢大預言 我也告訴你創意是趨勢 非常清楚 包含 如果你是看到大預言的話 你開紅盤 你不小心去追 沒關係啊 你再怎麼追 就追到750 780 988 最少200塊的價差 開不開心 這就是為什麼我講的 你長線的波段單 再加加碼的波段單 這個呢已經翻3倍了 創意這個也翻3倍了 好 那今天喔 開頭 我講了一個 背離 這個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會想要 告訴你背離 什麼背離 不管是大盤的量能背離也好 個股的量能背離也好 好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啊拿高利以來跟大家解就知道了 來 我我先用高利我用背離 我用最短的時間告訴你 記不記得我去年在講的時候 它的股價在這個區間大概120附近啊 記得嗎 看K線K線會說話 好 那當120附近的時候 它在平台震盪震盪 你會發覺我說過了今天 每一檔股票或是個股 它要帶量衝高的時候 這叫正常的攻擊盤 它一定要帶量衝高中長紅 重複一次帶量衝高中長紅 那這一根中長紅這一根大量區 會當你近期的什麼 地板 重複一次喔 我們慢一點 換句話說這一根大量區 會當你近期的地板 我現在可以先放到這個位置有沒有 中長紅大量區會當你近期的地板 好 它在這個時候是不是震盪震盪震盪 都沒有帶量破 對不對 好 是不是來量縮 你看到這裡的時候是不是 量縮量縮是不是要反轉了 但是呢隔天馬上補量 有沒有 帶量上攻了 好 帶量上攻囉 再來喔 這邊震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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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量上攻 這邊比較明顯 來這邊這樣子上去 你會發覺喔 哎呦量有出來 但是一直推推推不上去開始幹嘛 量背離背離背離了 有小創高但是量也背離了 沒有超過前面的量 來後面補量這個也是背離喔 後面是不是補量上攻 補量上攻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背離的含義是很深 學技術分析的人 千萬不要只看前面 重複一次 學技術分析的人 千萬不要只看前面 好那背離的事情齁 我等一下再來細細講 因為時間的問題 那我再講回盤面 我要告訴大家 近期的震盪也是因為大家在等 今天晚上的美國要公佈 上個月的CPI數據 那目前市場預估可能會 月增0.5個百分點 這叫創三個月以來的最大漲幅 那如果總是有BUT 我們最好的準備做出來 如果沒有月增0.5 增個0.2 0.3 你說好不好 是不是好消息 是 這次重複一次喔 是 市場會把它解讀為好消息 好那再來呢 還有就是明天後也要公告 巴菲特前陣子齁 就大概年底到今年年初近期的持股 台積電的ADR 所以現在市場齁都在秉席以待啦 齁再加上禮拜三的台子期結算 那不過呢 講回來我這裡還是要給大家 一個樂觀正面的 我說過了 你現在看到齁我們的來 你現在看到我們的股票 創意長輩再長輩有沒有 寶瑞也是長輩再長輩 因為已經長了兩段了 連加碼單都翻倍了 這叫長輩再長輩 高麗也長輩了 然後呢 連雨呢還是持續噴65個百分點 來 不要羨慕 我這裡要講一個重點 不要羨慕 你看到這麼幸福 我相信齁 近期的股市震盪齁 假設你實際上有創意 你很幸福 有高麗你很幸福 齁有沒有 然後呢有連雨你很幸福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你都不用羨慕 你都不用羨慕 你要知道齁 你不是看到只要幸福而已 我希望你要有動作 為什麼咧 幸福來敲門 問題是你有沒有去開門 讓他進到你家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喔 未來的幸福 用現在投資來的 投資加了一個手部 告訴你什麼 要有動作 所以不要只要聽而已 這樣了解嗎 好如果想跟上的好朋友 就趕快把握囉 那我們下個時間 來開始私房菜時間 到時候 我們下個時間 來吧 開火 再一個時間 間 我們下個時間 明天 你 서�O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